十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 那么我有一个数字叫做12345 那么这个12345它是个十进制的吧 然后呢我想给它转换成十进制 那好那现在我首先把它拆开 12345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万 对不对 然后加上2000 然后呢加上300 然后呢加上40 再加上5 我把它为什么要拆分成这样呢 拆分成这样之后呢 我就可以再给它再拆分 再看哈 好再拆分 那么这个一万呢 应该等于的是一乘也十的几次方 一乘也十的几次方 乘以十的四次方 然后加上2000是二乘也十的三次方 然后呢加上300 三乘也十的二次方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四乘也十的一次方 然后再加上五乘也十的零次方 好了 那我就拆分成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的结果肯定等于的还是这个12345 那为什么要拆分成这样一结果呢 我们拆分这样结果之后就可以推出一个公式来了 来来看啊 每一位置上的数 就是这个1啊2啊或者3啊4啊5 它都代表这是我们这里面的系数 我们把它统称为系数 那么你想转换成几进支 那这个就是啊 是有几进支来转换的 就是基数 然后呢 上面这个就是它的次密 多少次密 然后你看这个次密是不是有规律的啊 从右往左 0 1 2 3 4 是有这样的规律的吧 所以 我们推出这样的规律之后 你来看 这个格式就出来了 这个格式叫做什么呢 把系数乘以基数的全次密相加即可 好 我把它粘过来 那么大家来看啊 技术 技术就是每一位上的数据 那么这个1 是不是代表是每一位上的数据啊 2也是 然后呢 基数 就是x进制 基数就是x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是10进制转10进制 所以 是不是基数应该是10啊 那如果我是2进制转10进制 基数就应该是啊 2 8进制转10进制 基数应该是8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 随着你是几进制转10进制 不断的去改变就可以了 然后全 这个是固定的 都是在右边从0开始编号 对应位上的编号 基为该位的全 那么0 1 2 3 4 这些都是全 所以结果就是 细数乘以基数的全次密 相加即可 那好 那通过这个结论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去推算 那么2进制是如何转换到10进制的 好 那么大家来看啊 那么刚刚呢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事 叫做0b100 打印结果是4 那结果为什么是4呢 我们现在就用我们的任意进制转换10进制的一个公式来做这个事 好 这面呢 咱们画一条线 把它分开 这条线口有点重对吧 好 我们把它弄细一点 然后呢 现在我们打算让2进制转10进制了 2进制 2进制 转10进制 好 那么大家来看啊 我这个叫做0b 然后呢 100 那0b100 咱们的0b不算 它只是一个标识 我们就看这个 100 好 等于 那么多呀 那是1乘以 你从右往左 这个是0次米 这个是1次米 这个是不是2次米啊 那么1乘以2的 因为我们是2进制转10进制嘛 所以基数是不是就是2啊 1乘以2的几次米 2的2次米 加上0乘以2的几次米 2的1次米 再加上0乘以2的0次米 好 那么任何数字乘以0 结果都是0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它的结果应该是几啊 它结果是4啊 然后后面两个都是0 那最终的结果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4 等于4 这就是2进制转10进制 只要是记录这个公式 然后呢 用公式往里套就可以了 那么2进制转10进制算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 8进制转10进制 好 我们再来一个 来一个8进制转10进制 8进制转10进制 8进制转10进制呢 那我们也做刚才这个练习 叫做0100 好 接下来再看 那么是0100 那么下面这个0呢 也是它一个标识 所以我们直接后 算后面这个100就可以了 好 那这也是1乘以 这回是几辆 对 是8的二次米 因为是8进制转10进制 8的二次米 加上 其实后面可以不加 但是我为了让你看到方便 我把后面加上 那就是0乘以8的一次米 然后再加上0乘以8的几次米 0次米 那这个公式有了它之后 是不是特别方便 好 那个这个结果就变成了64 后面两个是不是都是0啊 然后这个8864就算出来了 那来看咱们刚才结果是不是64 哎64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16进制你是不是也会了呀 那就再来一个16进制 好 来一个 16进制 转换 10进制 转10进制 16进制呢 我们就来一个0X100 那么0X100 前面0X也是一个标识不用管 那我们就看这个100 1乘以什么 16的 二次方吧 二次方 然后呢 加上谁呀 加上0乘以 16的 16的 1次方 然后再加上0 乘以 16的 哎 0次方 好了 那这个结果很显然已经出来了 数是 16 乘以16吧 16乘以16 它的结果应该是256 256 这就是任意进制 转换成 10进制 那么只要记住它的公式就可以了 就是 细数乘以 基数的全次密 相加即可 哎 以后呢 我们就用这种公式往里套就可以了 好 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